近年来,中国民众宠物保有量持续增加,随着宠物情感属性日益突出,养宠人更加乐于为毛孩子掏腰包,宠物经济全产业链迎来发展风口,新春前夕,线上线下均掀起了一阵为爱宠置办年货的消费热潮。 近日,在成都一家社区宠物店内,店员正忙着给排队的宠物进行洗护。 店主周旭介绍,每年一到春节前后,店内洗护美容会有20%左右的增长,零食和玩具的销量也会有20%到30%左右的增幅。 对,现在这段时间,咱们基本上每天都是排满的,因为咱们这人手有限,所以说每天十多个,大概十五六只的样子,每天到过,这个时间会持续到过年,就这个熟练。 现在很多人对猫猫狗狗这块的一个产品选择呢,不会像原来就只局限于它能吃,现在他们不光要讲究吃,还得变成花样来吃。 所以说咱们这边呢,也有什么过年的大礼包,新春大礼包,这些来给他们来做一个准备。 此外,如何在返乡过年时安置好自己的爱宠,成为不少年轻容飘关注的问题。 在成都周边的一家宠物户外寄养基地内,基地负责人王世国表示,根据目前基地的预定情况,基地内的寄养位在一个月前已全部订满。 春节期间,他们将接待五六百只宠物。 春节期间,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制,它的一个就是流动性会更大,就是人流的一个流动性更大,所以有些犬只它就不太方便携带,比如像一些大型犬只,没有办法携带在身边,所以就只有找我们这种宠物托养机构来进行一个寄养。 王世国说,对养宠人来说,养宠不如说是养孩子,除了满足日常需求外,宠物主人会更加关注宠物的生活质量问题。 以宠物基地举例,从最初的聋养到如今的户外散养,有更多主人在选择寄养时,会选择价格相对较高,但宠物生活更丰富的户外寄养基地。 所以他愿意为这些狗狗或者是猫猫来进行一个付出,也愿意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生活质量上的一些服务嘛。 对在成都就业的90后刘薇来说,宠物已经成为他每日工作回家的精神寄托,是他不可或缺的家人。 他希望自己在快乐过年的同时也能让狗狗和自己一样开心。 因为这次快递停发的比较早嘛,然后所以我给家里狗狗买了一些零食,然后包括玩具这些。 然后因为这次回家需要坐高铁,不方便带狗狗回去,所以我就把它寄养在了一个可以户外活动的一个基地里面。 因为回家时间大概是三天左右,所以时间不是很长,然后这次的话大概花费了一千多不到两千的样子。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一看来,今年春节消费需求的复苏除了集中体现在传统消费领域之中, 也会在新兴消费领域寻找突破口和引爆点。 宠物经济的火爆正好踩到了这一节点。 近几年,宠物经济的表现形式在产品和服务这两个维度上不断拓展, 产业链逐步完善,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宠物不仅仅是工具性和娱乐性的它, 而是人们的生活伴侣。 一定程度上,人类自身的消费需求和模式都可以迁移和复制到宠物身上, 因此其消费形态和品类的扩展空间无疑是巨大的。